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陈清晃 现在是JEDMAI资金中间 本身从事清洁产业已经9年多了 那我父亲那一辈 本身是从事高楼大厦的水塔侵袭工程 那就是看着我父亲 带着一群高龄年长的工作者 非常辛苦 所以我就非常不忍心看他们这么辛苦 所以说那时候在大学时期就一起帮忙家里面的工作 那后来发觉到自己的同事 从五十几岁 六十几岁到七十几岁 却没有一个年轻人想要愿意跳下来做 就发现说这之中发生了一些断层 就看到一些机会 于是就毅然决然的创业这样 起初一开始在接触居家清洁的话 当然第一层面就是信任感的问题 当我们在接触客户层面的时候 客户没办法马上掌握到我们的服务人员的背景 所以就没办法取得第一线的信任 再来的话就是清洁技术的相关问题 像我们重新统整全部的清洁技术 那以这一张桌子来讲好了 我们擦一张桌子就是擦它的面 擦它的边 擦它的角 面边角 要除什么 除胶 除漆 除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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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尘 除痕 瞬时针 逆时针查过一遍之后 请客户来检查 带着客户仔细地去摸过每一个细节 客户会觉得说 我们连这么小的细节都帮它做到了 实在是跟一般的个体物 或一般的传统清洁公司不一样 那客户检查完的时候 他们也会对我们的信任 以及技术的肯定有大大的加分效果 所以说后续的一些区域的清洁流程 都会跑得很顺利 由此可见 信任感比起清洁技术更重要 我从事居家清洁产业这么多年 我发现很多的个体物以及单性妈妈 他们很难在第一时间内 建立起信任感 尤其跟客户发生纠纷的时候 你又要自己独自一个人 面对大大小小的问题 因为我也曾经遇过相同的困难 所以我才会创立协论美品牌 从专业形象到我们的技术 到我们的服务品质 都是一致的 透过加盟制度 让大家在同一阵线上 变成是伙伴 大家彼此互相帮忙 我们团队的话 本身有三大的优势 第一个就是提供多样性的课程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素人 想要加入清洁产业这个团队 那我们会协助你提升你的技术 那有了技术还不够 我们在实际的工作经验当中 我们提供了一套有系统的SOP 它可以协助你顺利的完成清洁步骤 以及客户的应对流程 那我们还有一套 创新的玻璃镀膜技术 那这一套玻璃镀膜技术 可以运用在浴室的干湿分离的玻璃 可以减少水垢 目前全台南Toyota汽车展示中心 都是使用我们的技术与服务 如果说你还想要再了解更多捷得美的优势 欢迎你随时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 你自己想要找你 考虑 香喽 就好 你自己认为